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2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环保局向中央争取了上亿元的经费 采购40部清洁车辆特种机具 在23号特别举办了车辆剥交的仪式 由县长徐真伟将象征车辆的钥匙交给了 十三乡镇市的首长和代表 期盼能够为辛苦的清洁队员天真利器 也呼吁维护环境人人有责 花莲县109年度获得行政院环保署补助 1亿414万3500元整 采购40部清洁车辆特种机具 为例年之最 23日举行征协环境为花莲 环境清洁车辆剥交典礼仪式 由县长徐真伟将象征车辆的钥匙 交给十三乡镇市首长及代表 期盼为辛苦的清洁队员提升设备 在安全无余下达成清洁花莲环境的使命 清洁家园不是清洁队员的工作 清洁家园不只是工部门的工作 清洁家园幸福花莲 是大家一起维护 大家一起随时随地举手之劳 所以再次感谢 也感谢我们所有的清洁队员 在这里真为再次支烧最高的敬意及谢意 挖土机的部分常常在维修 那也很感谢环保局这次 针对挖土机的部分给了我们非常大的一个依注 因为我们的机具常常准坏 它维修费每年都花了不少 那如果有新的机具的话 至少我们在使用上跟维护费的上面都可以省很多 而且是实际上有很大实质上的帮助 包含资源回收16辆 22车10辆 产装机4台 挖土机8台 撒水车1辆 产土机1台 除此之外 还有554套工作服 防护装备及20台洗衣机和628件护腰 徐正卫并强调 清静环境的工作不能单靠清洁队员 还要民众一起努力 家园才能更干净 记者讲方言及安商报导 请不含